比如说那个我第一次在他家过年是结婚 刚刚怀孕那个四个多月的时候 正好中学过年 六个大夫姐全领孩子回来 然后一进屋拜年 他老老爷就是都给孩子钱了 我没给 我没给我我的原因 我不差钱 我不差事 我挺场的 但是说的那个 当时我们没分家在一起过 就是住在东西屋 可是等到他姑娘前脚走了 后脚他妈的爸就合伙了 就是跟我干账 然后他妈的爸就说了 干啥我姑娘回来领孩子 你当舅妈不给钱呢 我说我不是不给钱 我也不是差这点钱 第一你们给了咱们没分家 第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在我怀孕四个多月期间 这些大夫姐作为大的 作为姐弟一点榜样没有 没有一个说拿我的兄弟媳妇 当回事回来看看我 不是说给我买个香蕉 买个苹果买个不洋瓶 哪怕是给我打个电话 回来问候一下 说我弟没怀孕了 我得当姐姐的回去关心一下 问候一下看看 不当门儿看门儿关心 然后回来还七三八四 当家当家传话传话 挑事挑事 干啥又干啥的可全开了 所以说就是说的 这个当大姑姐姐在这里边 真的起了很大很大作用 如果你这小伙 你要是挺不起来个 你要不是说 向我点媳妇 保护点媳妇 谁任何媳妇 你有大姑姐姐 都跟你过不了 也过不长 作为一个男人 作为我的前夫 他连生都不值 一点都不保护我 就哪怕他说句公道话 说爸妈你们这是干啥呀 如果像这位小伙 这样事的话 真的不会有我的今天 就得说 我媳妇已经怀孕了 而且你为了姑娘家的孩子去争 儿子进姑娘进的 那你要想要姑娘进的话 你给儿子去什么 让儿子当棍子吧 给姑娘都给家养活吧 要儿子干啥呀 凯燕是一股脑的 终于把憋在心里的话 全说出来了 但我觉得呀 这个东西都是复杂的 两个人能干上账 肯定俩人都有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咱们 感谢观看